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购物系统 我们就仿造这个三层 把我们的系统重新架构一下 我们那个自动收获系统是吧 其实就是个商城吧 这个商城啊 一个商城系统 只不过我们的界面 我们是不是有个界面层 只不过我们的界面层是命令上界面吧 其实我倒很想教大家写一下那个页面 HTML页面 一写我们的网页是不是就来了 不着急吧 后面几天再给你们写啊 干脆这个加网基础里面 我就把出去库给你用上 把网页用上 没啥那个东西 写程序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 我不能把它剥离开 那么一个小 讲个什么小东西 没什么意义 好吧 现在我们今天还是用这个命令上界面 但是我因为我的系统经过精心的设计之后 到时候我把这个界面轻松就能换掉 其他东西不用变的 明白吧 就是要做这一点啊 今天我们就暂时用命令上界面 命令上界面做的事情就打印菜单吧 打印菜单 然后接收 输入 然后调 调用业务层的 逻辑功能吧 调业务层的功能 是不是做这个 好 然后 业务层嘛 我就来一个 我们也来一个业务层 业务层呢 就是写各种各样的业务啊 比如说 你要浏览商品是吧 那我就应该有一个 浏览商品的功能吧 可以吧 浏览商品的功能 你要有添加 你要有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那我就有添加 商品到 购物车的功能 还有 你要查看购物车 查看购物车 那是不是查看购物车的功能 还有 修改购物车吧 修改购物车 讲的更细一点啊 那就是 比如说 修改购物车里面的商品数量 是吧 修改购物车商品数量的功能 那除此以外还要 是吧 还有可能会删除啊 啊 就是 删除购物车中的 商品 就这些吧 对吧 主要是这些 关于购物车有这些 然后还有吗 是吧 还有一个生存订单的功能 生存 订单 业务城市里面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业务功能 这些业务功能是不是都要访问数据 都要访问数据 浏览商品 他得看你的商品数据吧 好 浏览商品看商品数据 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是不是要有购物车数据 订单是不是有订单数据 是吧 订单要有订单的数据存储的地方 所以你要有数据存储 但是我们的数据存储呢 我们现在没有数据 没有学数据库是不是 没有学数据库 这就是这个就是 跌欧层啊 那我们的数据都放了 内存里面是吧 都放内存里面 数据都放内存里面 然后你的这个数据访问层 是不是就从内存里面 帮人家找找东西就好了 对吧 那我要找什么 浏览商品就要有访问 商品数据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功能 访问商品数据 这些都是访问什么 购物车数据是吧 访问购物车数据 讲白了就有几个 查询 是不是查看购物车 查询 还有呢 修改 是吧 修改数据吧 还有 添加 增吧 还有删除 增刃 改查 增刃 改 查 访问数据一般都是这几个功能 增刃改查 其实访问商品数据也是的 也是有增刃改查 只是我们这个功能里面只有一个浏览商品 那这商品哪来的 是不是有人去增啊 得有人去增吧 所以 其实应该也是有增删改查的 也有增刃改查 订单也是一样的 访问 访单数据 访单数据是不是也是增 增 改 查这个订单数据啊 都一样 增刃改查 好吗 就这样啊 只不过我们的数据到底放在哪呢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学文件 也没有学数据库 那我们的这个数据最终放的就是放在 内存里面 那比如说商品数据 你也放在内存里面 你直接用一个什么比较方便 哈希麦不吧 购物车呢 购物车是不是也搞一个哈希麦吧 购物车 你也弄一个哈希麦不就好了 可以吧 订单呢 你也用哈希麦不好了 可以不可以啊 这是 订单 数据 这是购物车 数据 这是什么数据 商品数据是吧 好 那就这样搞 我们这个系统一看 是吧 还现在现在是不是像模像样 有有那么点意思 还挺大的是吧 嗯 好的 那现在 这个啊 是我们这个自动售货系统的整体 系统架构了是不是 你看你们已经走上架构师之路了 走上架构师之路 好吧 别小看这个啊 别小看这个 这是一个大型系统的一个 设计思路是要这么搞的 你要先去分层分模块 想清楚 现在这里有一个小问题 等会我把视频剪